觀眾朋友要過年了 不知道你準備好了沒 我們健康2.0準備好 要有好禮送大家了 今年好禮很讚喔 你看指南宮的兔年前母 這個是大家排隊排多久 才可以得到的 那麼這一次大家到臉書上 去看我們的活動辦法 我們除了兔年前母之外 一樣是指南宮提供給大家 又送給健康2.0的觀眾朋友 你看到這個項鍊是足晶的 這個是真的黃金 而且這邊還有保證卡 那麼我們總共有五份的禮物 要送給大家 大家趕快到健康2.0的臉書上去看 有機會就可以抽中了 當然今天的內容要仔細看 題目可能就在當中 最近大家討論很多是什麼呢 就是6000塊錢的夾菜金 這個夾菜金不知道大家打算要怎麼用 那麼在今年其實2023年 最受歡迎的圍爐年菜排行榜 可能有的人是外帶 有人是冷凍 有人自己做 第一名佛跳場 那麼第二名 整隻雞的雞湯 第三名呢 討個吉利的年年有魚 一定要一整條魚 有頭有尾還不能切 再來當年菜喔 這終於有一點纖維質了 接下來是蘇東坡的東坡肉 姿佑姐你們家過年也吃這些嗎 有欸 這一定要啊 因為才覺得有過年的氛圍 但是因為這些菜我都是自己做啦 對 所以每年過年很忙的時候 就是大概一個月前就要開始備料 對 像那個 我前天已經把我們家的豬肉都買完了 所以兩個冰箱的冷凍櫃都滿了 然後這幾天開始在訂雞 所以整隻的全雞 那因為我已經很久 這一兩年沒有燉到雞湯 所以今天 明天開始要準備練習一下 練習一下 要練啊 因為有時候要找回那個手感 所以明天開始要先來燉一鍋雞湯 先來喝喝看這樣子 對 但是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當年菜 因為我覺得 每次買回來的那個常年菜 然後你把一些雞骨頭 然後排骨 就是一些肉碎 然後跟那個蔬菜把它煮進去 我每年都會吃那一鍋常年菜 因為每年我吃完那一鍋的時候 我都會比別人沒有那麼胖這樣子 真是你老伯母就對了 因為你沒有看到全部都是肉 對啊 對 但是我說實在話 因為這一兩年 大家在買這些食材來講 第一 勞民傷財 而且像我們家 因為我公婆是做海鮮批發的 所以每年在過年的前一個月 我們家那個魚貨量來的就很恐怖 你知道嗎 我婆婆就會把很多好的魚 都會先拿回來 都是一搂一搂 一箱一箱的 然後花枝也是 所以我們家有一個冷凍櫃 就會把它全部堆滿 因為我後來不懂 我後來嫁過去我來問她說 為什麼過年後再慢慢買就好了 對 過年前東西已經夠滿了 還全部堆滿 對 為什麼呢 很恐怖 然後我婆婆她們是講說 因為過年後好像 魚貨量就沒有那麼漂亮 而且好像過年後會有一陣子 就沒有什麼好的魚 對 因為我也不懂 因為我們只是懂去買 我們不了解去捕魚的那個過程這樣子 但是我真心講 因為那麼多的魚 有時候在家裡每天吃它 你也是會很擔心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其實這一兩年 就有一點練習就是看看能不能讓自己標準放低一點 去買外帶的 好 所以確實現在很多家庭 比方說媳婦不太會做 可能就買外帶年菜 或者是說冷凍年菜等等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年味的感覺 全家人圍爐在一起 而且是解封之後的第一個過年 大家一定會聚的嘛 對不對 所以士凱 像這些佛跳牆 雞湯 年年有餘我們知道意思 常年菜也知道 可是東坡肉 這到底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意涵或有來 東坡肉比較有趣一件事 剛剛我在跟姿佑姐這邊聊天 因為我們客家有另外一個叫做蜂肉 蜂肉其實它的做法跟東坡 幾乎一模一樣大小塊而已 對不對 但是你再去探討歷史的時候 東坡肉是最主要是蘇東坡的關係 但是這也是一個野史 也沒有人知道真的還是假的 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到大陸去跟他們去做研究的時候 他才告訴我一件事 他說你要知道 這一道菜最主要是在 我們想一想在唐朝的時候 那時候是國家整個很新盛 而在中原人士 他們要彰顯出就是說 我們家很高貴 我們家很富有 那豬肉人家吃的是片片的 他們就是一整磚 而且唐朝的審美觀是什麼 叫風雨 風雨就是好 所以你看到沒有 它整塊東坡都端上來 叮叮叮叮的時候就是風雨 它就是一個肥美 就是一個美好的一件事情 對啊 那至於佛跳牆 大家就知道了 因為佛跳牆這幾年也滿奇怪的 因為老實說 你知道我得到大陸朋友一部分說 他說對啊 我們過年不吃佛跳牆 為什麼你們台灣人都那麼愛吃 其實這個是從福州那一邊 去傳過來的 因為它佛跳牆其實是福壽雙全 那是福州話 聽起來好像佛跳牆的一個意思 就是福壽全聽起來是佛跳牆 沒錯 沒錯 但是重點是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把它全部都放進來 所以因為你在一宗裡面 紹興酒的酒壇 一宗裡面什麼東西都吃得到 那就表示說你這一年過得非常的好 那帶財 帶著明年也會帶來 更旺的一個東西 那雞呢 一般我們雞都是雞塊剁了 之後再下去熬湯 為什麼過年都要一整隻雞 這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我們台灣的閩南的一個說法 大家都知道雞聽起來就像家 那個雞 雞 對 所以你說家你不能拆散 你要團圓 所以要整隻來燉雞湯 而且還有有腳 沒錯 腳還不能凹 沒錯 不能凹 不能凹進去 對 可是這個跟客家就不一樣了 因為客家 上次我有聊過就是說 我們客家四文四草四點金 四點金就是一隻整隻雞 可是整隻雞你端上來的時候 雞頭 雞脖子 雞翅膀 雞腿都有 但是來了 就是過年那一天 大人不可以吃雞脖子 小孩子不可以吃雞腿 不 可以吃雞爪 雞爪 雞腳 怕撕破書嗎 我跟你講 真的 從小 從小 爸爸就會告訴我們 客家人在乎的是情根與毒 你要給我好好讀書 所以你吃了很多那個雞爪的話 你就會撕書 你就不讀書 這樣是不對的 可是問題來了 我就說那為什麼不可以吃雞脖子 他說大人不可以吃雞脖子 是因為你吃了以後 你要教育你的小孩子 不可以吃雞爪會吃書的時候 他就講不聽 因為他會硬頸 客家的硬頸裡面就是 就是所謂固執的意思 對 所以它有這個意涵性存在 但是你又要整隻雞把它放出來 叫四點金才叫做圓滿 所以只能吃其他的部位 隔一天就OK 可以吃了 所以要忍一天就可以 隔天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很好奇 像邱醫師 你平常幫很多人減重 你們家過年也吃這些嗎 那現在很多在減重的人 不就很傷腦筋了 對 這些你看 這五道菜 幾乎是過年期間一定會通通有人 年菜 但是其實因為現在怎麼樣 生活水準提高 偶爾我們去參加婚禮 也會吃到其中某一兩樣 但是要全部吃到 真的就只有過年的時候才吃得到 所以我們常講說過年會怎樣 就像得了變種病毒一樣 為什麼 都變種了 好瞭解 我們是人變種了 變種病毒 對 不過我們常講說 其實減肥是這樣 它是長時間的堅持 而不是短時間的衝刺 對 這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反而不利於減肥 所以你看過年期間 就像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瘋了那麼久了 這是第一次 它解瘋以後的傳聚 不要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真的有佳養美食 偶爾吃一下 無法 但是有沒有撇步呢 像姿佑姐她就說 她常年菜吃得多 那你會教大家什麼撇步 對 我教大家兩個撇步 第一個撇步就是 如果你真的希望吃得很開心 但是又把熱量減少 第一個招式就是 先吃菜 先吃肉 然後最後再吃米飯 主食類的東西 對 這是有醫學根據的 因為菜的膳食纖維多 肉類它可以有飽足感 所以兩個吃完以後 如果真的還能吃 你再吃一點點的主食 那這樣就可以把一餐的總熱量 把它下降 所以有一句口訣叫什麼 先吃菜肉 後吃飯 甩掉脂肪 很簡單 好 大家要把這句話記起來 如果第二招呢 這一招用了以後 還覺得想要再更加強一點 我們知道年菜都是很油 又很鹹 那熱量高 鹽分多 不利健康 又不利肥胖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願意做的話 你可以用一杯熱水 把這些高鹽分 高油脂的東西 先過一下 這就辛苦了 這比較辛苦 而且這招的效應 比較沒有第一招那麼大 了解 所以大家要記住那句話叫什麼 先吃菜肉 後吃飯 甩掉脂肪 很簡單 OK 好 其實很多名人 尤其這些台灣味 比方以李安來講好了 他偶爾回來 還是一定要品嚐一下 對 這個佛教廠超有名的 而且我跟大家講 這一家原則上 真的他不會外賣 然後也不會做外匯 也沒有在開分店的 我們真的都是要很早的跟他訂 然後就是去他那邊邊吃 但真的很好吃 因為他很清爽 他不是那種油膩的 而且我還滿覺得值得一去吃的 你如果沒有嘗鮮過的 一定要帶著老人家去嘗嘗看 我個人是滿推崇的 它裡面的食材很高檔嗎 它很高檔 就是你想像中的一些 鱼翅 鮑魚 豬蹄 它有放松茸 所以我覺得它放的比較特別一點 難怪價位這麼高 對 所以它的價位高一點 但是它可以做出來 不是那種油膩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那一年才吃一次 沒關係 就給大家吃好一點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連戰 對 連戰他喜歡吃的菜皮烤鴨 這個就也要到餐廳吃才行 對 這買回來沒辦法 而且你外帶就是不好吃 沒有 為什麼 那個溫度 時間一過了以後就不好吃 對 所以我覺得 有一些好的食材來講 有些時候要過去那邊吃 而且該飯 連家人愛吃的那個飯店 其實從尾牙開始其實就已經訂不到 都已經訂不到了 所以它這些很小管的東西 其實它就很有名 然後就是我個人是覺得 有時候其實長鮮來講 你要去吃出那個味道 對 像一樣是脆皮烤鴨 一樣是佛跳牆 為什麼有的就是 不一樣的一個氛圍 我覺得你去吃過 你才會知道 為什麼名人他會喜歡 這一個味道 像我在講懷牙那個佛跳牆 它的排骨是沒有炸的 它是不炸的 然後它又放鬆融 所以它很清澈 連那個江振臣大廚 都賺利有加你知道嗎 好 你看這邊特別寫 也不加炸排骨酥 也不加 這個還有芋頭 基本上通常都是炸過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 它熱量比較高 這是鄭商名流他們吃的年菜 也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詩惠老師我想問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五個 來 你出來讓我們知道一下 到底大家就會想說 過年吃那麼多 好像一定會變胖 熱量真的有這麼高嗎 你先告訴我們長年菜好了 這應該是最低的 對 長年菜應該是最低的 因為它是蔬菜 而且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都是跟菇類或是干貝 不會跟高質的肉類放在一起 它的熱量應該的確是 它的確是比較低 大概一盤就是我們講的 四百大卡 一把長年菜 芥菜弄下來大概是四百大卡 所以它算是OK的 比較低的 然後比較清爽的一個料理 然後過來我們可以跟大家 一般來講也是要年齡有餘 魚嘛 對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年齡有餘的魚 因為我們台灣人都堅持什麼 魚不可以破 對 不能破 所以不要蒸的 蒸破 不可以 所以他們到後來就是用什麼 炸 其實比較好是蒸 對啦 對 但是因為大家都會想說 我不能破啊 所以最好的話就是用炸 所以你炸了之後 你又要會 淋滋上去 所以它的熱量其實並不低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對 其實它並不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 魚的熱量居然有一千九百八十大卡 就是我們抓一隻 像我們買那個蒼魚 比較大隻的黃金蒼魚的話 然後加上因為你還有零料 你還有零炸 所以一盤 一條 大概是一千九百八十大卡 好 那多坡肉咧 感覺這麼ㄉㄨㄨㄨㄞ的肥美嗎 剛才知道 豐魚肥美 是 但是因為最主要是看大塊小塊 對 一般來講 我們就抓一整塊四方形 大概一斤左右 那一斤左右的熱量大概 兩千兩百八十 這樣算下來魚算很高 魚就要一千九百八了 但是我要講一下 剛才那個蘇海有講 他說你們客家人會吃蜂肉 對 蜂肉更大塊 所以蜂肉的熱量其實比他還高 大概多少 比三 四千 三千多 可是我们的蜂肉 下面有放笋子的 一起平衡一下 所以就是一定要搭 就是一定要搭膳食鲜 要不然单单吃蜂肉 那个热量真的很可怕 好 来鸡汤 鸡汤的话一般来讲 我们讲鸡是低脂的肉 对 对不对 低脂肉 我们讲说它应该照理说 它应该热量就比较平低 但是因为我们是全鸡 所以一只鸡我们都要两斤左右 所以一般来讲一只鸡加两斤 如果你是煮清汤 没有什么其他的材料 那其实热量也还好 怕的是我们会再加 有些会加什么干贝 比较香嘛 而且过年 对 会再加其他的材料进去 热量可能就会跳上来 所以抓一只两斤的 一锅也要两千 好 那我来问一下 姿佑跟士凯 你看 好 东坡肉两千二 鱼一千九 然后鸡汤也比我们想象中多 两千 那你猜猜看佛跳墙多少 佛跳墙我一定超过三千 你看它里面东西那么多 而且它那个排骨也是炸过的 炸的 对 芋头也是炸的 而且汤煮到后来要糊糊的 对 所以只有猜多少 应该有四千吧 四千 来 答案揭晓一下 好 我们来分享一下 大概两千 所以还两千五 怎么可能 因为我好惊讶 我们在讲佛跳墙里面 它其实还会有白菜 对 它还是笋丝 笋片 香菇 所以它还是有一些蔬菜的部分 然后除非你用的它的比例 就像我们讲芋头炸过 然后有些人会放 排骨也炸过 排骨 然后豬脚 蛋也炸过 栗子 对 如果它放了这么多 当然热量就不止这个了 原来鱼炸过之后热量这么的高 所以过年期间 待会还有一些贝卜告诉大家 广告回来之后来看 专家带入有一些年货 有些地方是一定要去一定要买的 马上回来 大家你的菜都备好了吗 我们今天有达人带入 姿佑姐你是自己煮的 所以你通常会去哪些地方逛跟买 我过年我一定会去南门一下 因为我要买一些辣肉 然后一些干料 然后扁鱼 然后香菇 然后干贝这些东西 我会去南门 然后我如果新鲜食酥的话 我一定去大市场冰江 对 但是冰江每年买菜就像作战 那一天要去个三趟 有时候清晨要去挤 挤不进去 你中午大家休息的时候再去一趟 然后去一趟你还买不够 回到家装一装还是不够 因为你很重你知道吗 你大概两三点 大家快收的时候 你车子就可以开到旁边 就要再去一趟 所以早上去一趟 下午再去一趟 但是早上一定要去 因为最新鲜对不对 才可以抢得到好过 OK 好 那淑海老师你呢 你也逛这两个地方吗 是 没错 我大概 糕类的东西我不自己弄 因为比较麻烦 所以年糕 萝卜糕 我都会到南门市场 南门市场有很多老店 南门市场都很好吃 所以我都固定在南门市场买 然后至于 因为最近几年 我们家的年菜 大概都是一人一菜 就是大家自己弄 因为小孩都大了 自己会弄菜 我就规定他们 一人一菜 结果他们开出来菜单 其实现在年轻人吃肉 真的吃得少 他们吃海鲜吃得比较多 所以我应该都采购海鲜 会比较多 所以我会到冰江市场去 所以是大家开菜单 你去买食材 对 我去买食材 然后他们做就对 他们做 对 然后所以他们大概开的 大概都是海鲜类比较多 我就会到冰江市场 我是会提早 比如说我在提早一个礼拜 我就会陆陆续续去买 那也一样 我都是要一大早去 真的很早 我都五点就出 我没有 那你几点到 我都八点多 那就好 你要走一样烫 第一波就被老师姻买走了 对 第一波都买走了 好 那刚提到这个年糕跟萝卜糕 你说年糕有个地方你很困扰 就是我很爱吃 我超爱吃年糕的你知道吗 因为年糕 那个传统年糕拜完 然后拿去炸 然后裹粉 然后拿去炸 酥的 酥的 香的 你知道每年 那个除夕夜到那个初五中间 每天下午去炸一盘年糕出来 吃的就是很爽快 然后我更喜欢吃台湾的那种萝卜糕 菜头萝卜糕 因为萝卜糕 菜头粿比较不能放 那我们大概宵夜的时候 我们都会煮一锅的萝卜糕汤 萝卜糕煮汤 对 我们台湾人都会煮汤 然后就这样吃一碗萝卜糕汤 就很舒爽 所以我过年其实 我刚还在问邱医师说 其实过年我都不吃饭 我知道淀粉不好 但我吃好多年糕 淑卜老师 这很多人都是过年吃了 还有化粿 化粿等等 基本材料还是淀粉类 还是属于碳水化合物 年糕是什么 糯米做的 即使是菜头粿 还是米浆打出来的 虽然他加了很多菜头 还有化粿也是 都是淀粉类 化粿用煎的也很香 是啊 我也知道很香 老实说 我是不想教你的热情 可是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 一般这样 我们一般切下四方形块的年糕 就等同一四分之一碗饭 所以我们一定会吃好几块 像我们小时候 妈妈还都会榨年糕 就等于让我们当零嘴拿 没想到热量那么高 是 不大 就是你一般切那种小块的长方形 一块就是四分之一碗饭 所以你随便浅藏个四块 就等到你吃一碗饭 虽然你说我今天没有吃饭 你热量还是吃进来了 好 那台北南门市场跟这个冰江市场 是达人会去逛的 世凯你推荐的地方呢 我因为我过年一定要回家 所以我一定在竹东市场 但是竹东市场非常的骄傲 因为它是全台四大传统市场的 代表性市场之一 而且你想得到的客家食材里面 通通在那边买得到 客家食材过年跟其他过年 最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是 第一个我们要拜拜 拜拜那些我们的那些 那些鸡鸭鱼要准备很多 我妈妈也是 五点要去排队买鸡 就那一摊 她还要发牌子 发牌子没有来 再来第二轮 对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年糕 你知道吗 我们的那个叫板 那更是 我们还有分初一要拜什么 初一要拜什么板 初一要拜什么板 就是我们现在镜头上这个 对 这个是我们 大概元宵节的时候 我们叫做菜包 菜包 对 然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我们一直要说 可是现在家庭人 谁会去处理这些事情 竹筒市场就是个天堂 你进去以后 什么东西通通的 而且它是纯古法 手工去做的 这是我们最爱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过年的时候 拜板不同颜色 从除戏初一初 分别是什么颜色 像是那个什么 甜的 我们叫添板 就是甜的是黄色的 还有我们还要那个 红色的是那个红板 你知道红板还有两种 另外一种我们可以 像是取代的 我们用红豆板来做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 就是你们说的超阿贵 可是我们不是超阿贵 我们是艾巢板 所以你看到没有 那个颜色都有代表性的 而且拜什么神 要用什么板都是不太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我们冰箱里面 上半层绝对是鸡鸭鱼肉 下半层绝对是各式的板 类在那一边 所以吃起来 你说在这种地方的话 你不到竹筒市场来买的话 你要去哪里买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有一次做广播节目的时候 我的来宾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 他说我们很麻烦 不过因为他家在台中 他就跟我讲说 你下次有机会来 我们台中的第五市场 我说第五市场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他说那边有一家 叫做完东商号 很简单 通通百元年菜 我说有这种事情吗 他说对 而且那已经十年 而且十年了 他说佛心来的 真的是佛心 因为他说因为 我们每次要买这些 这个年菜这些 你会发现大家花很多钱 可是有很多中下阶级的朋友们 也很辛苦 没有办法 他们也想团圆 他们也想吃好一点 他就佛心来的 他就开始特地做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百块一百块 但是也有一些食材会增加 例如说他也有佛跳墙 可是他的佛跳墙 他大概只有是两百多块 三百块而已 还是便宜很多 可是这样子的话 对于小家庭 还有这种中低下族群的朋友们的话 他就非常的方便在这边 OK 这是台中 还有新竹好逛的地方 刚刚提到说像佛跳墙 很多家庭都会有 现在佛跳墙 说实话要自己做 真的比较困难 很多人是买的 或者是冷冻等等 到家里如何帮他变化一下 让营养更加分 因为我们的要求 今天雷师傅 他特别用的佛跳墙 是冷冻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些升级的方法 没错 我们今天做这一道 是佛越有余砂锅堡 超越佛跳墙的砂锅堡 又加上年年有余 对 就是这种概念 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天用的是冷冻佛跳墙 其实冷冻佛跳墙 它现在都会把它分开 高汤跟料的部分把它分开 我们在就是把它解冻的话 就用隔水加热解冻方法是最快 高汤你不用去捉摸它 因为它加热很快就化掉 但是这里面食心的解冻 这个东西 其实隔水加热至少要15分钟 要隔水加热 首先我们在锅子里面放一点 橄榄油的部分在砂锅里面 接下来我们把蒜头的部分 把它放进去 在锅子里面停留一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把这个白菜的部分 放下去去给它为煮 微炒一下 好 这个你说解冻上面 还不能完全解冻 因为完全解冻 有的火跳墙会滴的 对 我们就是不要完全解冻 下去做一个隔水加热的方式 我们尽量就是 结冰的时候就把它放下去了 放下去让它煮到完全好的时候 你看我们这芋头夹起来是一个很快 可是它也是完全解冻 它完全解冻 没有 就是我们已经放它隔水加热 把它就完全解冻了 这是完全解冻 这是我们已经用隔水加热的方式 去把它做一个加热的动作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料的部分都给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再让它锅子里面 稍微用高汤去给它煮一下 让它完全煮到滚为止 你看它刚下面先一层白菜 对 我们把它放下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 红枣的部分也把它放进去 一起给它做微煮 另外在煎锅的这一端 我们稍微把锅子热一下之后 要把鱼放进去 去把它做一个煎的一个动作 今天用的鱼是贵妃鱼 贵妃鱼的时候 它胶子都是非常丰富 放下去让它在里面乖乖的躺着 让它开始再煎一下 好 那另外在佛跳墙这一端 我们是要开大火 盖起锅盖 让它煮煮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把鱼放进去 好 所以如果说 自己买冷冻的佛跳墙回来的话 它是热了就好了 还是说我们要再像你这样 要煮多久 它的口感会恰到好处 不会整个糊掉 我们这样子讲 其实像佛跳墙的部分 有分很多种 比如说有港式有台式 里面的成分都不一样 甚至里面有一些鹌醇蛋 对 那种的 又损失那种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它买回来之后的 这个冷冻佛跳墙 汤或者是这个料分开之后 你把这个整包 冷冻放到水里面去 用小火慢慢去给它煮 盖上锅盖慢慢去给它煮 煮个15分钟就OK了 如果你买的这个佛跳墙 是里面有什么 里面含着汤汁 一起在里面就是整个包起来 冻起来 整块像冰块这种感觉 其实你要先把它解冻 要怎么把它解冻 你放到室温下也OK 还是说你把它买回来之后 就把它放在冷藏壁箱里面 隔个一两天再吃 也比较不容易腐坏 然后就把它拆开来之后 用慢火慢火慢慢去给它煮煮 甚至你把它放到电锅里面 去蒸煮都OK 好 我也想问一下邱医师 因为现在很多人买冷冻年菜 冷冻年菜 它在热的过程当中 哪是要注意的 像雷师傅这样准备的年菜的量 其实有时候很难去掌控 是否在一餐之内能够吃完 基本上来讲 我们知道夏天基本上不建议食物 吃不完然后再加热再加热 因为夏天温度高容易腐坏 但冬天天气冷一点 事实上如果你做好保存封装 大概放在冰箱里 不太容易很快就坏掉 不过一般来讲 我们还是建议说 如果真的一次吃不完的话 尽量能够以加热一次为限 也就是说大家在准备年菜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那个量不要一次准备太多 这个看看人数多少 大概能够在一餐之内吃完 是最好最棒 那如果真的不行加热一次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吃不完的时候 食物上面会残留什么 我们的口水 对 你难免夹来夹去 会有一些口水在里面 那个口水其实是最 讲起来是最毒的 最毒的 口水里面有700种细菌 光1cc的口水细菌 有10亿只以上 对 所以口水放在食物里面 如果温度够的话 它会一直滋生 然后就繁殖 那产生很多毒素 那你加热以后 你知道吗 我们加热的温度 有时候无法杀死所有的细菌 然后也无法除掉所有的毒素 这个很可怕 再加上什么 食物反复加热以后 营养素就流失了 好 所以公块母吃也是很重要 不要把口水给带进去污染了 因为如果真的要冻起来 蔬菜先吃掉 因为蔬菜不适合冻 对 没错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尽量 特别是除夕叶捏叶菜的时候 尽量拿捏好 我们这个妈妈做 你就是蔬菜是最好当餐 我们都把蔬菜吃完 然后剩下的肉类的话 你真的要 我们就要冷冻的时候 下一次 你要冷冻的时候 你就要先算好 剩下的残余量 比如说我可以分两餐 我就是分两袋包装了 而不是说我一带进去 我还要再重新解热 然后再回热 不要 我就分两袋 然后下次一次下来 就是一次复热 全部吃完 OK 想要对食物的安全性 是最好的 现在雷师傅加的是 米酒 对 米酒我们把它加进去 然后稍微再嗆一嗆 那种酒香味 那另外我们在佛料墙里面 我们刚才把它加进去 吃一个沙茶酱 沙茶 刚刚我们是不是有炒白菜 对 然后有佛料墙 然后加沙茶 你有没有觉得感觉像什么 沙锅鱼头 没错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所以它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我们把整条鱼放进去 放进去在里面 去给它做一个 微煮的一个动作 那接下来佛料墙 对 佛料墙 最灵魂的一个人物是海参 我们就把海参把它放进去 把它蹭在里面 对 海参也不要一直跟着炖 对 不然会滑掉 就会不好吃了 我们把它放进去 把这海参完全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把它摆得漂亮亮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香菜的部分 也把它放进去 这一锅菜其实就这样那么简单 好 所以大家买回来的佛料墙 如果是冷冻的 其实可以分两个部分 有的时候除处吃 另一锅就可以像这个样子 让它变化一下 变成沙锅鱼头 广告之后来看过年一定要吃的 所谓的古早味淋嘴 还有要怎么样 在淋嘴当中吃得聪明又健康 马上回来 现在大家要买零食糖果饼干 太容易了 但过去 这真的就是过年限定的 古早味零食 对 所以我每年过年 我到现在都还会买 而且我最爱最爱的就是冬瓜糖 在这里你看 就是这个很大一支的冬瓜糖 家里就是要这样子 一定要这样摆一圈的 然后客人来的时候 就要拿给他 然后一定要把它打开 然后就要转 然后转着就很开心 然后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都还会买春枣 春枣 因为春枣就是年年后 然后生仁我也很爱 我爸以前好喜欢吃这个生仁糖 而且我以前都只吃红色的 都把白的留给别人吃 因为生仁就是花生 然后外面裹糖 然后酥酥的 酥酥的很好吃 其实生仁也是那种多子多子 那冬瓜糖其实 他们也是讲说多子多孙 然后吃甜甜这样子 吃甜甜过后你 对不对 不是 熟好熟 不要再熟 然后这个甘纳豆 我老公是很爱这个甘纳豆 我对甘纳豆没什么感情 但我觉得这是年代的关系 你说他都用这个配饭 对 小亮哥 对 因为他到我13岁 他可能年代更穷 那这几年很流行 麻辣 麻辣 麻辣我个人是很爱花生粉的 那我觉得这些 其实都是古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吃这样 就是人丁兴旺 因为我觉得老人家 也很爱剥花生 因为花生是长寿果 然后就觉得有好运 然后脱胎换骨 然后吃甜甜很贵好年 这样子 好 我想这些 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吃过 像是甘纳豆 尤其它有大顆 小顆 而且据说从日本来的 对 因为我小时候我的 其实我爷爷奶奶 是日本教育的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小时候奶奶都会偷偷告诉你说 书读好 乖乖的话 我给你吃甘纳豆 为什么要给你吃甘纳豆 因为这是日本进口的食品 表示说什么 这个东西很高级来的 这是有原因点的 但是倒是我自己 刚刚在看的时候 我发现到说 你知道那个生人果 其实我爸爸也很爱吃 这个真的很好吃 对 但是 因为我爸身体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 不让他吃 可是客家人又很奇怪 你拜拜又一定要这些东西 对 就会变成说 你只是准备了一份拜拜再用 倒是吃 倒是没有真正那么爱吃 所以你们拜拜要生人糖 那寸早要 要 都要 他那上面东西通通都要 但是我们都会去买 就是小的碗 小分量 然后你就发现他说 那个放在佛堂上面 大概放从厨细 小年夜 放到了我们的初五 都会存在的 对 但是 你知道你刚刚讲说 那个生人果 对不对 对 你们的说法是什么 生人 就多子多孙 多子多孙 我们客家的说法 它叫做常生果 常生果就是你吃了以后 其实你会常常瘦瘦的一个概念 在那边 所以我们都要吃这个东西 对 可是因为后来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我们家改了 改了一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们喜欢吃那个坚果 但是不吃那个无糖的坚果 这个我觉得蛮好 但是客人来 还是会准备这种 小包装的甜甜的东西 然后它就打开了以后 它就可以吃完 就不会 就可以放很久 不会像那个打开以后 那个一受潮的话 味道就会变 而且大家就是用手去拿 就感觉好 可是自己家人吃的是 我们就是吃那个 所谓的刚刚讲坚果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这个是后来我们家最爱的 毛豆 你们过年吃毛豆 对 我跟你讲 大家都知道毛豆的健康很好 但是有个问题来了 你知道早期 我们都会去大卖厂买 回来的时候 那个味道就没什么味道 可是后面你外面买的 上面不是盐巴 就是胡椒 对 然后都是那种花椒 后来我跑到屏东 我跟你讲 这一家你会看到 上面那个豆 我把它打开给你看 你看 它非常饱满 重点来的 你看起来它没什么干干净净的 刚刚你吃到嘴巴里面 驚喜 里面有味道 像这个它是芥末的味道 然后我们家有时候 还会买那个什么 就是花椒的味道 所以做不一样的味道就对 对 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起来你吃得健康 然后它上面的残留的那些 化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的一个多 所以我们家很喜欢吃 然后重点来 客人来的时候 跟他讲说吃这个东西 他一开始 你们家很健康 打开来一看 这个品质怎么跟我在餐厅吃的不一样 他以为要配酒 我们真的是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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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配酒 我们自己配茶 我配东方美人茶 是真的 真的 我们家就是这样在吃 所以后来我们家 那个只是客人的小意识 伴伴的小意识 真正在吃的反而改吃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让它健康化 所以你们吃毛豆就对了 但是这样 刚刚讲的毛豆你要挑 因为刚刚讲说外面的那个盐巴 那些太咸 那些太多调味料不好 像这种会比较好 好特别 过年的零嘴居然吃了毛豆 那我想问淑慧老师 你是营养师 你们家难道不吃过年零嘴吗 你们都吃什么 会啊 过年还是会有零嘴 那基本上 我们家会有我们的习俗 因为我跟我先说很喜欢啃瓜子 所以瓜子我会买 那因为我跟我喜欢吃花生 然后因为我们家的想法是 花生是花 每年会发 好事会发生 对 好事发生 对 所以每年我大概也会买花生 可是我的花生 我一定买代壳花生 因为我感觉 代壳花生对我来讲 是看到圆形 然后我可以看得到它干不干净 因为有很多加工 像之前那个生人果是不是 对 因为它裹糖粉在里面 所以你已经看不到里面的花生 是有没有枣梅 什么之类的 对 有时候咬一口下去 那才发现花生坏掉了 对 所以我一般来讲 我现在的学会 我比较乖 我就学会 我一定买代壳花生 至少我看得到 它的圆形 然后干不干净 那另外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还是会买一些甜点 因为过年 朋友一定会送来送去 所以他们也会送我一些 这种粘嘴类的东西 像我桌前这个就是麻烤 那个好吃 对 花生烤 麻烤 然后这个就是春枣 然后很新鲜 要新鲜的时候吃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吸水 所以也不能放就对了 你会发觉放个几天之后 它就开始有油耗味出来 对 因为像春枣它是油炸的 面粉油炸的 你看那个麻烤 它事实上 芝麻本身就是坚果类 花生粉也是坚果类 这种东西只要遇到空气 就氧化了 所以马上就会有那种 油耗的味道出来 所以这种东西 我真的奉劝大家 你买回来 你先不要拆封 你要吃的时候 再打开 吃的话 当下就把它吃完 一包一次就把它吃完 对 你就不能买大量 那我好奇了 一包热量多少 一次吃完 一次搞定 一包是大家分着把它吃完 要不然热量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买小包装的 那像坚果也是一样 之前我有学人问我 老师我们去卖 那个大麦厂 都是一桶 我说你没有发觉 那一桶的原味 虽然我是买原味坚果 没有烘焙的是很好的 可是你没有发觉 你吃到后面 那个味道都不太对了 因为已经白酒了 所以我真的会建议大家 这特别过年期间 还是多少会有零嘴 可是购买的时候 就是小包装 然后一次可以使用完毕的 这种包装事实上最好 那如果你一旦开封了 那就学我这种吧 密封罐 或者是就是有夹链袋的那一种 就放在冰箱里面 那这样可能对食物的保存 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邱医师来 你出来一下 你跟大家讲说 过年期间 你会做一个动作叫做 有点像说太空漫步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吃整个饭豆了 我要讲的就是说 大家讲到现在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吃的 都是容易发胖的 对不对 好玩的都是怎么样 容易犯罪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过年期间 吃的多动的少 对 都在那边追剧聊天打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发胖 所以过年有一句对联 要改写一下 什么的 天真岁月怎么样 人真肉 人真肉 春满乾坤怎么样 油满门 油满门 好惨 这个太斜实了 我太斜实了 所以如果大家要吃零嘴 零食又怕胖对不对 我教大家三招 第一招就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零食吃多了 你要记得正餐的量要少一点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最好要吃零食的时候 用小的容器 椰子 不要一整包拿着一吃 一口接一口 越吃越顺口 对不对 就一下子一包吃完 这样不OK 所以把它分装 或者分给大家吃 这也是一招 第三招就是我现在要教大家的 要怎么样 增加活动 热量消耗 对 我今天要教大家就是说 因为家里有一些老人家 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 以前大家有知道说 有一种燃烧热量 叫超慢跑 超慢跑 我们今天刚二点也有教过 有教过超慢跑 但是超慢跑 对膝盖的负荷比较大 所以你今天要教的是 我今天教大家一招叫做超慢走 超慢走 对 就是很简单 你知道我们躺一天 一个小时燃烧60大卡的热量 可是如果你站起来 一动也不动 96大卡 如果增加走路 120大卡 所以大家看电视的时候 就记得怎么样 站起来做超慢走 一边看一边走 对 就是很简单 但是超慢走 有点诀窍 就是不是这样走而已 脚一定要抬高 很像太空漫步这样子 超慢走 对 要保持平衡 对 那老人家 年轻人也可以 一边看电视一边这样超慢走 走久了怎么样 腿会有点痠 这个时候就开始燃烧热量了 非常好 这样子 慢慢的 不但消耗热量以后 你的身形会比较紧实 对不对 而且这样大家就没有理由 就会不会说 运动好累 对 没有借口再不运动了 对吧 所以记住超慢走 超慢走 燃烧热量 所以你这样都走多久 至少走个20分钟 30分钟都可以 就边看边走就可以了 对 边看边走 好 我就是来 我要来问你说 你不吃零嘴吗 你跟我们讲你都吃什么 爱什么 开玩笑 这些零嘴通通要吃 牛肉干你也吃 也可以不吃 也吃 照吃不误 你最爱的是什么 最爱的是华盛塔 然后呢 但是我跟淑慧老师讲的一样 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就是看得到它 有没有发霉那种样 因为黄麴毒素 非常可怕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其他呢 其他瓜子比较麻烦 因为瓜子还要磕 除非老婆磕给我吃 对不对 瓜子我倒有点惊讶 它的热量509大咖 怎么会那么多 它指的是100咖的 去壳的瓜子 所以那个量很大 那个量是非常的大 就是去壳之后 去壳的瓜子原 100克就对了 所以500牛 一般来讲我们讲 比如说大概20克瓜子 的热量大概45卡 可是不会只磕20克 一定磕一盘 所以就是要被 所以我才会讲 其实像磕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先拿捏好 我就是这个范围 比如说我就大概2汤匙 我就放在这里 就好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 像我也好喜欢吃坚果 然后就打开之后 一直吃 但我就是 当然就会用 比较聪明的方法 因为一个小碟子有没有 就吃完就自己知道 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常教大家 只能吃一把 有时候自己都会犯规 对 可是现在瓜子 有一些加味道 什么蜂糖的 那当然不行 当然不行 我们就是只原味的 原味 对 所以包括 雪鱼香丝 或者是鱿鱼丝等等 其实它热量跟寒纳量 都是高的 如果家里头有慢性病的 长辈的话 要帮他注意一下 廣告之后还要来看 有一些冷冻年菜 比方说好了东坡肉 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帮他变化一下 过年了 那么不管你家里头 是东坡肉 或者是整体蜂肉等等 雷师傅 买了冷冻的回来 怎么样 让他升级 其实很简单 我们一样就是把它放在里面 去把它做一个加热的一个动作 先把它加热 那完全 因为东坡肉 其实它就是肉 让他把它加热 有一点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非常好吃的 那今天我要做这道菜 是东坡团圆福气饭 让你团圆更好气 所以我们首先 先在锅子里面 一样加一点油 我们今天都用砂锅做料理 基本上来讲 砂锅做料理 其实它的味道是非常棒 而且保温效果也非常好 那接下来 我们把蒜头部分切碎一点 蒜头把它放进去 在锅子里面 去给它做一个拌炒的一个动作 好 一样去给它微微做一个加热 炒香 那接下来 我们要把香菇跟虾米的部分 放进去 记得一件事 我们在炒任何的香料的东西 任何那个像干货的东西 海鲜部分先加 再加像香菇这种东西 味道的层次感会比较有 OK 香菇也可以吸到海鲜味 对 没错 对 我们现在把这个 虾米的部分放进去 在锅子里面去把它爆一下 那接下来 我们把香菇的部分 也把它放进去了 现在真的很多人 是买外带年菜 或者是冷冻年菜 舒克老师 我们除了看那个菜色 自己喜不喜欢之外 对 那还要注意什么 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在外面买冷冻年菜 它必须是提早做 然后它量很大 它必须要考虑你的保存的期限 然后保色 保鲜 保味 所以它不会像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说 我就买新鲜食材自己来弄 我不用任何的食品添加物 它不可能 因为它要让它成为一个冷冻食品的时候 它一定会添加很多保色剂 保鲜剂 黏稠剂 所以你会发觉 买到我们的这些冷冻食品的时候 你会发觉它后面的那个食品成分标示 你会发觉有很多那个 你有看不太懂的东西 都念不出来那种 对 什么福酸辣 琥珀酸二辣 鸟瓢林类 或者是什么柠檬酸辣这些 但是我要讲 它这些都是合法添加 因为它有它的食品加工上面的目的在 可是我们也知道 你一直常常摄取这一类东西 对我们来讲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在使用这些 购买这些冷冻食品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你很有可能 你会摄取很多这种食品添加物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会希望 你购买完之后 你添加更多的蔬菜 食酥 不但让我们的人冻食品 可以颜色添加更鲜艳 也让我们摄取更多的植化素 维生素 矿物质 来做一个平衡 这样对我们来讲 营养摄取上会比较好一点 OK 所以像雷师傅这一道也特别加了 花椰菜等等 你刚刚在炒的过程当中 有加它原本里面的 不管是东坡肉或红肉的肉汁 对 其实我里面有加一点酱油去调味 但是酱油是薄鹽酱油不会很咸 我们又把东坡肉的汤汁把它加进去 让它味道更加沉 其实它东坡肉的汤汁也不会很咸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怎么样 就是年菜做一道那个 有点像酱油那种概念 年菜升级版的酱油那样子 我们刚刚把电锅里面的这个 这个东坡肉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我们现在把这个东坡肉 放到锅子中间 我们今天真的 雷是不是来让我们吃肥肥的 对 好 我们说要放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起司 起司面 起司 是不是很难想象 对 把它放进去 我觉得一定超好吃的 对 你把它盖棉被 盖棉被 你为什么想要用起司 就有点像黄金马鑫那种概念 其实肉类的部分加起司 都非常非常好吃 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 不理它我们关到最小火 记得我们香油点一下 还要放香油 点在起司上 对 把它点一下 点下去之后 我们现在把这个花椰菜的部分 先把它围一下边 我觉得旁边还要 需要另外炒两盘菜才行 也可以 对 其实这一锅就是 里面也有碳水化合物 但它用的是全骨类 对 至少如果说 大家喜欢吃一点碳水化合物 到了初二 初三 初四 开始的话 其实就是让它变化一下 对 我们给它焖一下 焖一下之后 其实我里面 等下又加了一个东西 这东西就是西洋芹菜丝 芹菜 其实肉类 你吃很腻的同时 你把它加一点西洋芹菜丝 一起吃 其实它会很解腻 而且会很清爽 对 就像我们在吃沙拉的感觉 有时候常常会吃到 一些比较腻的食材的话 你把它搭一点那种芹菜丝 而且是要西洋的 对 它那种脆口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棒的 好 我们把它焖一下之后 开始 有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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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記得 就是一定要聽到 有一些聲音 我們把這個 所以原本是金磚 因為剛剛提到的東坡肉 它過去也有這種金磚的異味 然後現在真的是變成金黃色的 因為我們蓋上了起司片 對...好 那還沒好 還沒好 對 還沒好 我們最後燙製的部分 再把它點一下 對 再把它點一下 好 我們這一道就彎 完成喔 真的 尤其是疫情解封之後的 第一個年 大家要團人過好年 我們今天雷師傅用的方法 都是非常豐盛 那麼大家記得原則 就是先吃菜跟先吃肉 然後如果真的要碳水化合物 再吃碳水化合物 水分的攝取要到多少 比較能夠控制體重 大概至少2000左右 2000CC左右 好 那當然過年 健康2.0也有好康 來 大家趕快到 健康2.0臉書上 我們會抽出五份子男公 它特別要送給大家禮物 包括這個兔年的錢母 另外還有包括了 你看這個項鍊 裡頭可是有保證卡的 是足晶的項鍊 大家趕快去回答問題 來抽獎吧 祝大家過好年 拜拜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 小鈴鐺 不足 不足 報路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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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